四位高中杰出校友林源副议员和韩林梅代表 为了鼓励学弟妹在品性、学业、技术上能够积极向上进步 第一次办理进步奖学金活动 21号也举行颁发典礼 共有33位学生受会 受奖的学生也感谢学长姐的鼓励 并期许自己未来也有能力回馈学校和乡礼 四位高中校长蔡忠和表示 先议员林源副和市民代表韩林梅都是杰出校友 相当关心学者们的学习态度 以及自我提升探索教育的能力 并且设立学习进步奖的奖学金 让学生们能够努力向上 林梅学姐她有一个概念 是说人生当然要跟别人去做一个竞争 做一个比赛 这是当中的一部分 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跟自己比 自己要比自己的上次有进步 所以她特别提供的奖学金叫做进步奖 先议林源副和市民代表韩林梅表示 学生实习在四位高中就读 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转类点 学习环境可以说是相当于优质 鼓励学生考取证兆 出社会之后可以说是受益良多 而这次鼓励母校 四位高中学弟学妹们在品性 学业技能积极向上有所进步 特别设立这次的奖助学金 很开心 出社会的时候 满怀的信心 那时候的信心来自于 四位高中 一到三年级 学校安排的系列的 丙级检定的课程 那原副就按部就班 就取得的证照 那是否继续升学或就业 但是在原副内心 在出社会面对工作职场 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信心原副 在这个学长跟学弟学妹们 信心无价 非常感恩在高中时期 在四位高中的一个栽培之下 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业里面 在我们的职场上面 能够发挥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跟林员副林医员 我们就提到常常聚在一起 想说我们来今天给学校进步奖 不是只有一次 要持续不断的来做 好不好 他说好啊 一口就很爽快的答应了 才造就了今天我们能够来学校 为我们学弟学妹们的鼓励 所以我们更应该要谢谢我们的林员副林医员 谢谢 我们希望在人生的路上 没有一番丰顺 但是呢要持续不断的跟自己来做比赛 而进步奖的奖助资格 凡是本校学生在品性学业技能有所进步 无计大过以上的记录 具有优良的司机 足以同学们楷模 由导师推荐 奖助名额 每个班级一名 每一个学习颁发一次 也希望这样的奖学金能够提升学生们之间的竞争力 社会高中校长蔡忠和同时也颁发感谢赛给县议员